Genesis難道真的要破產了嗎? FTX倒閉過後 比特幣合約交易所的排名是如何? 如果你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話 請隨我看下去 我個人做合約的時候都是用Buybit交易所 那我已經用它蠻長一段時間了 我個人是覺得體驗非常順滑 也非常歡迎各位可以follow我的Twitter帳號 我會在上面分享一些跟币圈相關最新的一些消息 或者是說我個人的持倉 OK 我們可以看一下現在AAX這間交易所 他們是有官方釋出一個消息 我有幫大家畫重點 然後這個是我自己解的圖 他們目前是有可能是有募集到一些資金 那他們是有可能可以度過這次難關的 那我們就希望AAX這件事情是可以被妥善處理 然後也希望這些資金被卡在交易所裡面的用戶 是可以拿得出資金的 然後還有火幣 它現在已經正式更名叫做火幣了 這個幣是從比特幣的幣改成必要的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子改 我覺得原本的這個幣是比較好的 那我只希望它不要變成火幣是倒閉的幣 不希望它變成這個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現在Genesis的情況 因為現在真的是大街小巷都在討論 這整件事情是吵得沸沸揚揚 那我們先來梳理一下整個時間線 首先呢 這件事情是在July 19號的時候 當時其實Genesis是有受到3AC 也就是三件資本它們破產影響非常之大 我們可以往下滑 我有幫大家畫好重點 像Genesis呢 它就有提供了3AC借款 高達2.36 2.3610億 也就是23.6億美金 23.6億美金的這個借款 非常之誇張 那大家也都知道後來3AC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Genesis後來跟3AC求償的時候呢 是只有1.2個Billion 也就是12億美金 那它這一掐集算 它至少損失了11.6億美金 其實這對一間公司來說 這絕對可以造成打擊喔 不像是我們之前官方所披露的 它只有在FTX曝顯的那1.75億美金的部位而已 絕對不只是這樣子 不然它並不會鬧出這種財務上的困境 我們來看一下 Genesis它 它的 推特賬號 它在11月16號的時候呢 它就有在官方上面有發布了 他們是已經停止新的任何借貸 也停止之前的借貸相關贖回的動作 所以其實 他們肯定內部有出現資金的危機 不然他們是不會發布出這種消息的 那麼我們來看看 一些比較新的時間線 它發生了哪些事情 在11月17號的時候 也就是幾天前 這個也是美國 歐美那個地方 非常主流的媒體 非常有威望的媒體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K 它就有提到 Genesis是已經在尋求 10億美金的緊急 緊急 資金 10億美金 這絕對不是一筆小的數目 那後來又有另外一家外國的媒體呢 它就有披露了 它並不是要求10億美金喔 是後來砍半到5億美金 那這5億美金 它們能不能把它籌得出來呢 而且如果說是一家體質健康 它的財務狀況良好的公司 它是不應該去要求任何的 這種緊急的借款的對吧 尤其5億美金 這也絕對不是一筆小的數額 那我們來看看啊 嗯 在 今天的時候 Bloomber它就發布了一則最新的消息 它是說 Genesis is said to warm off bankruptcy without funding 也就是 如果說 Genesis他們是籌措不到 我們剛剛所提到的這一筆緊急的 款項的話呢 那他們是 就有可能 直接要宣佈破產了 如果說宣佈破產的話 這絕對不是一個好的消息 因為我們都知道 Genesis呢 其實它 它是一個集團啊 我們可以看到我在這裡有幫大家做整理 我們昨天所介紹的 DCG 它旗下就有 Genesis還有 GrayScale還有 CoinDesk 還有另外一家比較小的公司 那其實 DCG這間公司呢 它其實就是整件事情的始作用者 它現在的這個情形可以說 就真的是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因為CoinDesk 它在 11月月初的時候 就披露了 關於FTX相關的財務醜聞 那FTX 就被擠兌過後 真的就被它搞到破產了 真的就被它搞到破產了 對吧 那FTX倒閉過後 Genesis其實這些 如果這個母公司它決定要拯救Genesis的話 那它很有可能就會把 GrayScale 它下面 所 控制的這些比特幣 就直接 打破原本的規則了 就很有可能會釋放出來 那這個情形的話 就是 現在 現在 幣權最不願意樂見 不過 對於做空的人來說 這個 這個情況好像也蠻好的 如果說 D、C、G 它真的發生了很嚴重的事情的話 那 比特幣它又會有一波很猛烈的下跌 好 那麼我們再來看一下 它現在最新的情形 現在Genesis它的 財務的情況 也就是它現在正在 要籌售這筆緊急的資金 那麼 Genesis它在今天 它也有在官方的 發聲的管道 它也有說明 現在Genesis 它是 並沒有馬上要宣佈破產的計畫的 嗯 那麼其實這句話很值得大家玩味 雖然說我沒有找到 Genesis它所發布的原文 我只有找到相關的報導而已 但是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講的這句話 它的原話是 No plans to file bankruptcy immediately 也就是 它不會再 它是沒有立即去 宣佈破產的這個計畫的 這句話 它怎麼會講出這句話呢 如果說他們公司的財務情況 是非常良好的話 它應該要 舉出一些證據 來證明他們公司的情況良好 然後來安撫投資人 而不是說他們並沒有 要立即申請破產的計畫 這句話 其實它的 它的言下之意呢 也就是 他們公司肯定有遇到的一些財務的危機 不然他們並不會這麼說話 他們遇到的財務危機 那並且現在正在籌款 也就是 它講的這句話呢 更可以間接證明了 我們之前 看到的這些消息 它是正確的 也就是 現在Genesis它是正在籌款 而且它是有一些財務危機的 那事情會怎麼去做演變呢 我們也只能 就走一步看一步了 好 那麼 我們再來看一下 一些數據的情形 我其實最近呢 去看了幾家 期貨的 衍生品的交易市場 畢竟FTX 之前在 衍生品交易市場呢 它絕對是佔據了 老二的地位 我說它是老二 這個絕對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不會有疑問 在它倒閉之前 這確實是這樣子 但是它倒閉之後呢 這個生態就發生了變化 那我現在其實就蠻好奇的 就是FTX它在倒閉過後呢 有沒有新的交易所 來地補它這個第二名的位置 OK 那我有稍微去 找了一些非常 找了非常非常多的資料 對了 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消息就是 CoinMarketCap 這一間 這個網站呢 它其實是币安底下的一個網站 那它現在 你可以直接看到 它在現貨交易所的部分 它這邊都有 Exchange Reserves Data Available 也就是你直接可以看得到 它的一些鏈上的 儲備資產 OK 這個分佈啊 然後還有地址啊 它都是寫著一清二楚的 那你只要有這個標誌 你就可以找得到 比如說Coin也有啦 然後Bitfinex也有啦 然後OKX也有啦 Buybit 對吧 這幾間主要的交易所它都有提供 然後火幣啊 Crypto.com啊等等等等的 好 如果說大家 想要挑選比較安全的交易所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 好 A 那麼我們先從Coinless的比特幣 合約實盤持倡來看好了 其實就以這個數據來看啊 第一名是币安嘛 這個是只有比特幣喔 其他的幣種我們不看 币安 然後OK EX 然後CME 這個就是我們常講的 那個 在芝加哥的CME Group 然後Buybit Bitget 那麼其實這個排名呢 它畢竟是考慮BTC的全網合約 實盤持倡 這個合約它就包括了 永續合約還有吊起合約 那其實我們都知道嘛 OKEX在吊起合約這塊是做得非常好的 它的試占率很高 然後也很有話語權吧 但是呢 如果說我們只是考慮Perpetual 也就是永續合約的部分的話 那其實Buybit的 它絕對可以算得上市場的老二了 我們來看一下一些相關的數據好了 那我們可以點到 Glassnode這個 Derivatives的部分 也就是衍生品 我們往下看 你可以看到呢 它不同的顏色就代表不同交易所的 持倡量 因為我看的這個圖表它是 Bitcoin Futures Open Interest Open Interest持倡量嘛 那它是只有統計Perpetual 它就是 那些吊起合約就 不納入在內 我們可以看到 帝安它絕對是 老大 OK 老大 那麼老二呢 就是Buybit 那麼老三呢 是OKEX 我們從合約的持倡量 可以得知這個消息 那我個人是在 Buybit在做交易的 OK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其他的一些數據喔 比如說我們剛看的持倡量嘛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 嗯 這個 Perpetual Futures 也就是 永續合約 它的交易量是如何的 我們剛看持倡量 那我們現在來看交易量 交易量的話呢 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 Buybit也是穩居第二 對吧 剛剛的 呃 持倡量的話 Buybit跟OKEX的差距是很近的 但是如果我們看這個量能的話 Buybit 它跟OKEX 它其實就已經拉開差距了 對吧 它就已經拉開差距了 所以其實現在 我們以各項數據來看的話 Buybit 它就已經是 比特幣永續合約市場的老二了 因為 原本的老二它被幹掉了 對 現在就是這個情形啊 然後我們也可以看到 Futures Volume 因為 呃 幣安當然是第一嘛 那麼第二名啊 已經是Buybit 原本 第二名都是穩穩的是FTX 那現在是已經變成Buybit 然後第三名是OKEX 第四名是CME 嗯 大概是這個組合 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如果說 大家想要知道 現在合約交易所 在比特幣的 呃 永續合約 哪一間交易所 它的持倡量啊 然後交易量啊 等等的拍名 是怎麼樣的話 在這裡都有非常 完整的數據 那供各位參考 好 非常感謝各位 非常歡迎各位 可以幫我的影片 點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就是對我最大的支持 也非常歡迎各位可以 Follow我的Twitter帳號 我會在上面呢 分享一些 我拿到很即時的一些 呃 數據啦 消息啊 或者是說 一些币圈 很重要的熱點 然後我也會分享一些 我個人的 倉位啊 操作啊 等等等等的 非常感謝各位 掰掰